这就是菩萨的智慧 这就是哲学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去爱一个喜欢你的人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人家本来就很喜欢你 你如果去爱一个爱你的人 你得不到任何的分数 因为他本来就很爱你 你要去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你学不到的东西 如果你去爱一个无缘无故伤害你的人 你就会学到你生命的艺术 所以要经常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们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字眼 每一句话 那么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要感恩佛的智慧 使我们身处世俗的尘埃当中 来调节自己的心 大家记住 学佛真的很不容易啊 你知道当人家讲你的时候 你懂得调节 当人家恨你的时候 你要懂得不施爱 当人家嫉妒你的时候 你要付出自己的真心 当人家在责骂你 恨你 在骚扰你的时候 你要觉得自己做错太多太多 这就是在调节你的心态 这就是佛的思维 希望你们大家要常乐我尽 什么意思啊 要经常的快乐 你心中才会干净 想一想 能够笑得出来的人 他一定不会经常生气 生气的人 就是经常要算计别人 要恨人家 觉得他在恨我 所以我要算计他 所以常乐我尽 也就是说 想干净的人 多快乐一点 我知道你们现在坐在下面 都非常干净 因为你们现在都很快乐 所以 常乐我尽之后 有一个三个字非常重要 那就是自信定 当一个人快乐的时候 当一个人经常快乐 干净的时候 他的自信 就是本性啊 他会肯定的下来 所以常乐 无德 自信慧 常乐是什么意思啊 经常的开悟的人 常悟 无德 他觉得无所谓 没有什么得到 他自信 自己的本性是有智慧的 所以很多人 经常开悟啊 这个无所谓的 我不要人 他有 恭喜他 我不要 这种人 他有悟性 他永远有智慧 大家听得懂吗 我以为 大家都不知道 最后 师父告诉你们 这都是佛的语言 叫 长远 无执着 就是 心经常远的 你就不会执着了 比方说 碰到一个事情了 他 公司里 明明这个位置是你的 突然间 他把你这个位置抢掉了 你这个心啊 坚了 成坚了 因为你觉得不开心了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坚了之后 就会伤害你的心 伤害你的所有的地方 你的心要远啊 远是什么 哦 没关系 说得病下次是完了 转过来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